各位欢迎来到这里排案 随着疫情在某些国家慢慢得到缓解 很多国家现在开始考虑着我们要不要恢复同航了 毕竟这个断航实在是太痛苦了 首当其冲的是航空公司 有的航空公司连这个空姐都解雇了 人家说以后我搞无人售票得了 一个飞机留一个机长就得了 当然由于断航物品人员交流不了 对经济的损害是很大的 所以很多国家现在都在制定恢复同航的计划 这个恢复同航应该有两个基础条件 第一所在国你这个疫情得到控制 咱不说彻底清零 好歹你每天新疹数量很少 在医院住院的人很少 这个疫情是走一个下坡路 同时还有一个对等原则 什么叫对等呢 就是我给你开放你也得给我开放 那你不能说我允许你的人到我的国家来 你不让我的国家到你的国家去吗 哪个国家能恢复同航呢 基本也证明这个地区疫情控制的是不错的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欧盟感觉到自己这个疫情控制的不错了 所以已经列出了很多能跟欧盟恢复同航的国家 这个时候美国就有点上火了 美国要求啊 你欧盟既然已经打开领空了 干脆让美国人也可以到欧洲去吧 每年夏天有一两千万美国人要到欧盟旅游啊 欧盟不敢 为什么 好不容易才把这二十多个国家的疫情控制住 美国疫情那可不一样 美国疫情太严重了 怎么敢让美国人来呢 在欧盟那碰着一鼻子灰之后呢 美国想 我得找几个国家跟我恢复同航 证明一下我这个疫情控制得不错啊 想来想去 找到谁了呢 找到了印度 就在这两天 美国和印度达成了协议啊 美印之间复航了 人员可以在美印之间互相流动了 什么叫破罐子破摔呢 这就叫破罐子破摔 您想啊 新冠疫情在什么地方传播的最严重 一个是交流频繁的地方 一个是空间密闭的地方 今天你说如果两个国家疫情控制的很好 然后呢 我们恢复同航 这个疫情加重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可是美国和印度 一个确诊快400万了 一个确诊100多万了 而且每天每个国家都有几万的新增患者 在这个状态下 这两个国家敢恢复同航 那简直是不要命啊 哎 他们是不是觉得 反正彼此都已经是这个确诊人数极多的国家 我们也不在乎每天有那么几架飞机 加这几百人 哪怕你一架飞机两三百人 全都确诊 那跟我一天确诊五六万来比 也就是个连百分之一都没到的数字嘛 所以既然你欧盟能跟很多国家恢复同航 那如果美国也得恢复啊 证明我这个疫情控制的也很有利啊 是的 这一对难兄难弟 现在也只能互相拥抱以取暖了 这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啊 未来世界在一两年之内啊 有可能形成一个奇特的景象 那就是我们将同处两个世界之中 一个世界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干净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各个国家的疫情啊 控制差不多了 我们就这些干净的国家互相交流 另一个世界呢 可以称之为病毒的世界 就是说那些国家啊 都是这个确诊上百万 甚至上千万 每天还有几万增长的 那那些国家人家也有这个通航的需求啊 所以肮脏国家内部自己通吧 反正不管怎么通 这个病毒啊 只在你们这几个国家之内传播 你们千万别感染到我们干净的国家 您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吗 真有可能是现实啊 今天韩国控制的好 我们跟韩国恢复商务交流 日本控制的好 我们跟日本恢复商务交流 泰国马尔代夫控制的好 我们还可以到泰国马尔代夫去旅游 是的 只要你这个国家是干净的 我们就接纳你到干净的世界中来 未来我们跟欧盟可能都可以恢复通航 而美国呀 巴西呀 印度啊 这些病例增长极快的国家 对不起 你们只能自己组成一个病毒国家联盟吧 更多大千世纪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